華僑市場就位於碼頭旁邊 是東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之一 這是我們東港最有名的華僑市場 華僑市場 其實它的名字由來是因為 東港它的漁獲新鮮又便宜 很多遊客來就看到東西太新鮮 就是很大方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地人就會說 你們就像華僑一樣 所以久而久之它就叫華僑市場 對 由今的華僑市場 已經成為了南台灣最大的漁產中心 許多來自台灣其他縣市的陶客 都是專程來此 只為一寶口福 這個只是鮪魚的等級 黑鮪魚更大 想來一顆嗎 這也是滿有趣的一個 在地的一個海鮮 來 作為向遊人開放的觀光漁市場 這裡的整潔環境和明亮的燈光 以及捍衛上物美價廉的各類海產 讓環境市場與其他的傳統市場 給人的髒亂的感覺完全不同 這個是石斑 石斑 對 然後這個是鱸魚 還活著還活著 對啊 懂得吃海鮮的人來到魚市場 就一定不能錯過生魚片 趁他們是判斷整個市場的新鮮度的指標 也毫不違過 而且我們家的生魚片超便宜 而且超新鮮 除了新鮮度 刀法是影響生魚片口感的關鍵了 不同的魚肉採用不同切法 厚薄的程度也以肉質不同 而有一定的區別 這一季的章法都存在老闆的腦子裡 這個是 最高檔的黑鮪魚 為什麼它高檔 雪花飄飄 這樣要100塊一片 一片100塊 以上 就跟牛肉那個雪花肉一樣 沒有差 試試看 說起老實話 只有吃到的人才懂 肥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就化了 對啊 所以你說入口即化也對 嗯 層次分明 好吃 好夾 很香喔 不同季節 不同魚類 因食而食 才更能體會極致鮮美 這是我吃到過的 比最高檔的四身店 吃到的生魚片還要新鮮 這就是東港的特色 對他哥來說 華僑市場的極限滋味 是無法抗拒的 上一秒還活蹦亂跳的海產 下一秒就能成為口中的佳肴 在這裡的帶酒區 人和食材的距離被最大程度縮短 在這裡 超人的家庭 他在這裡的專門 在這裡的路面 在這裡面